在上次评论Yamaha RX-A2A的AV扩音机时 我们预估过 将会做一个关于Yamaha Soundbar 的功能 今天就跟大家讲讲Yamaha现在的Soundbar 大家好,我是Rick, 欢迎来到fivarsound.com 正式开始今天的Soundbar Feature 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 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ivarsound.com 的YouTube 频道 追踪我们的Miri IG 和赞订我们的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 都会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和大家分享 正式开始谈Yamaha现在的Soundbar 的发展前 也讲讲我对Soundbar 这产品有什么看法 我想早十多年前开始接触到Soundbar 这东西 但当时我对这一类产品的印象非常一般 但有一次去日本出席这个A&V FESTA的时候 那一次Yamaha也有参战 打了一间黑房里放的东西 就是一个Sound projector 那一次的经验令我对Soundbar 的产品改观了 从此之后, 我也认定Yamaha的Soundbar 其实是一个值得推介给朋友的影音产品 再来到近年, Yamaha有一支Soundbar 非常令大家印象深刻 就是早期应该在Doobie Amos 出现后 若有很多品牌有推出相关的Soundbar 产品时 Yamaha 出了一支Sound projector 叫 YSP 5600 当时因为它的单元非常齐全 而且整体的声音表现也令我认为 如果你的环境能够配合时 这支Soundbar 绝对不让正规的AV摩音机 和5.1 surround 有所信息 所以再次奠定了 我觉得Yamaha Soundbar 其实是有水准的产品 进正题, 谈谈Yamaha Soundbar 现在的发展 提及了YSP 5600 产品推出后 Yamaha 反而调转了它的发展方向 由高阶产品向入门和中阶产品的发展为主 现在走入代理通理琴行 发觉现存一些入门级中阶的Yamaha Soundbar 已经有五款产品可以让大家选择 分别是SR-C20A、B20A、YAS 109、209、408 究竟这五款Soundbar 各自有何分别呢? 因为价钱是几百元几百元左右 除了YAS 408 比较中阶外 另外那四支相对是比较入门的产品 先说SR-C20A 其实它是现时Yamaha 最入门的Soundbar 所以体积上亦相对比较的色 整个机身的宽度只是60cm 但有一对1.8吋左右声道单元 和一个3吋超低音单元 再附设两个Passive Radiator 放在房打机时 做电脑扬声器其实是很好的产品 这支Soundbar 虽然入门级 但还有支援ARC 的HDMI 输出 还可以蓝牙无线连接其他装置播歌 配合它内置的压缩音乐增强器 令它的蓝牙播歌 其实也有不错的声音表现 SR-C20A 与C20A同期推出的产品 同样内置Kia Voice 的对白清晰强化功能 支援Soundbar Remote 这个规规器 卖点除了Soundbar 少有的黑白红多颜色选择外 也有少有在入门Soundbar 加入了DTS Virtual X 模仪3D 环绕声功能 而单元方面 亦用了两个2吋低音和两个1吋高音 做左右前置 配合一个超低音单元3吋 提供120V的输出功率 以入门级产品来说 规格上也算是很不错 再上一级是YAS 109 单元上,它与B20A完全一样 但多了支援HDR10和HLG Bypass的HDMI输入端子 以及有WiFi网络串流的功能 亦可以透过RCA的PU 连接零扣的主动式超低音喇叭 加强整体低音表现 接下来到YAS 109 这是一个连接独立6吋单元的无线超低音喇叭的Soundbar系统 Soundbar有4个1.8吋低音 两个1吋高音单元 在单元配置上 会比YAS 109更全面 所以令YAS 109这支Soundbar 在Yamaha中入门级产品来说 是一个很长清的型号 接下来到中阶产品定位的YAS 408 现在它除了独立买YAS 408的Soundbar系统外 在代理上加推了一个连接后置喇叭 Musiccast 20 套套 透过Musiccast Surround功能 输出真正的5.1效果 这支Soundbar 自己用了Coccam DDFA数码抗音线路 令它的总输出功率达到200V 采用的单元与YAS 209相同 亦支援了DTS VirtualX 究竟两支Soundbar有什么分别呢? 它自己追加了Yamaha Musiccast串流技术 可以玩到AirPlay 2之外 亦可直接使用Tidal、Spotify等串流音乐平台 以及配合到其他Musiccast的产品 组成多房间音响系统 甚至串流播放自家音乐器的 高音乐音乐档案 绝对没问题 这个YAS 408 其实在听歌上 也有它另一层的优势 5G由入门到中阶的Yamaha Soundbar 功能上的特点大致跟大家分析了 今次我选了两支Soundbar 试试它的声音表现 包括有三种颜色选择的B20A 以及非常多人问的一支Soundbar 就是YAS 09 究竟一支内置超低音单元的Soundbar表现如何? 又或是另一支有独立无线超低音声器的Soundbar 究竟各自间的声音表现如何? 现在和大家正式实猜一下 Diaboo 先说一下我试完B20A之后 一些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这支Soundbar虽然没有实体的超低音喇叭 用的是超低音单元 但出来的低音效果是有惊喜的 甚至不用开启低音功能 已经有一个不错的低音效果 所以如果放在书房或玩游戏看电影的房间 这支Soundbar真是又滴色又有不错的低频效果 其次是它的规模程程式 因为它只用蓝牙连接 而它的Soundbar本身没有LED显示 所以如果用规模程程式 可以更加掌握到这支Soundbar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App真的好用 另外,整体的Surround效果 人声本身已经十分清晰了 但如果你真的遇到某些电影的人声 其实比较厚、不太清楚 用它的清晰声是帮助到你 另外,因为这支Soundbar虽然是入门级的产品 但已有DTS Virtual X 模仪3D 的效果 打开后,垂直来的声音明显由水平 变成多了Dimension的声音 真的用得过的模仪效果 电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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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S-209 这枝 我觉得很多人都感兴趣的Soundbar 系统 对比B20A 最大的卖点 当然是有实体超低音喇叭 所以低频的亮感和整体层次表现 都会比B20有明显的提升 所以这支Soundbar 就可以放在客厅的地方 另外,因为这支Soundbar 单元上 都会比B20更丰富 所以出现环绕色的细节定位 以至整体开了DTS Virtual X 的三维效果 都会再提升 说到这里,也有点资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Yamaha 的代理商通理琴航 现在都针对这几支入门级至中阶的Soundbar 做着折扣的优惠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去通理琴航亲身体验这几支Soundbar的表现 有何不同 以及把握特价的时间,可以考虑入手 今天Yamaha Soundbar 这专题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为个赞,还未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按订阅 按订阅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就会通知大家了 来到QA 时间了 刚好我们之前收到一个读者的电邮 又刚好问Yamaha Soundbar 他问B20A如果想接铺一支独立超低音扬声 他的PU究竟用什么线去接铺这支超低音 其实一般的RCA线只要有一条 其实都可以用在超低音扬声器上 但如果你想表现更好 可以买一些专为超低音而设的RCA线 也可以提升声音表现 今天这条影片大致上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